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专讲众口惊悚片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窝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放荡不羁的美女大学生每天都被杀死一次,最后却人生蛻变的故事 故事开始,一日清晨,向为李温阳的钟声响起,女主翠希缓缓睁开心松的睡眼 还有着较好的容貌与迷人的身段,是许多男生争相追求的对象 但由于个人生活过于开放,导致他每天醒来都不清楚自己是在哪个男孩的床上 这一天,他照惯例在男生宿舍醒来,手机显示9月18日上午9点 他错愕地望着面前腼腆的男生,这个男孩名叫卡特,是众多追求者中最不起眼的一个 卡特连忙解释,自己昨晚什么也没干,翠希的脸上露出一丝比一的神色 在他看来,这么怂的男人根本不配与自己交往 卡特还想继续解释,但对方却不愿给他这个机会 他旁若无人地换好衣服朝外面走去,只留下失魂落魄的卡特带立原地 翠希刚到门口,卡特的孙友杰克便推门而入,他张嘴就问 昨晚有没有把美女拿下,可话刚说到一半,就差点和翠希撞个满怀 一时间三人僵在原地,翠希努力挤出一个尴尬的微笑 扭头朝外面走去,卡特则一脸懊恼地责怪杰克 就凭他刚才那一句,自己在美女心中的行销,怕是要大打折扣了 翠希偷着宿醉未醒的身体,朝自己宿舍走去 一路上熙熙攘扰人来人往,打扮时髦的沙马特少年和他擦肩而过 宣传环保思想的胖女孩,向他索要签名 一对情侣在草丛中秀着恩爱,却被喷管淋漓深 他皱着没穿过喧闹的人群,转角就遇到了前男友蒂姆 两人发生过一次关系后,他就对这个男孩彻底失望 面对蒂姆的死缠烂打,翠希只好将他那方面的能力大肆挖苦一番 蒂姆听完后,陷入了呆滞状态 萧花当面嘲讽自己不行,这简直是欺齿大如 可人家说的都是实话,他无力反驳 只能忍其吞声地望着翘丽的身影消失在视野之外 回到宿舍,社长丹尼尔批评翠希,整晚在外面鬼混 但他并不生气,微笑转身朝楼上走去 社友苏珊故作殷勤地将一块小蛋糕捧在手心送给翠希 因为今天恰巧是翠希的生日 不料翠希接过蛋糕,随手丢进垃圾桶里 虽然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 但两人如今的关系却视同水火 苏珊厌恶翠希的烂情,更憎恨他的傲慢 表面上看起来和和气气 但私底下,苏珊却恨不得让对方去死 同样,翠希也受过了苏珊的虚伪和作作 恨不得马上还个石油 早课上,翠希虽然迟到 但却依然大摇大摆地走进教室 他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教授看了一眼翠希,并没有丝毫责备之意 整整一节课,翠希的注意力全在教授身上 至于教授讲了些什么,他完全不去关心 似乎两人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下课后,翠希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找教授 却在门口和苏珊不期而遇 苏珊依然对早上扔蛋糕的事情耿耿于怀 两人不免又是一番毫无意义的口舌之争 原来,苏珊和翠希一样 都对教授亲母有加 为了进一步接近教授 苏珊直接到医院实习,成为教授的助手 这样就能创造更多与教授相处的机会 但他没有想到,勒励风行的翠希 反而先踏一步成了教授的地下情人 正因如此,苏有怨气的两人 更是结下了深仇大恨 摆脱苏珊后,翠希直奔教授办公室 教授刚一回去,他们便迫不及待地拥吻在一起 正在更进一步,教授的老婆却冲了进来 两人差点被抓个现行 翠希若无其事地离开,但教授却被吓得不轻 虽然这次偷情宣告失败 但翠希并不懊恼,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晚上还有一场令人期待满满的生日派对 足以让他扫除一切不快 当晚,翠希换了一套白色连衣裙独自附会 路过一个桥洞的时候 他发现地上摆着一个八音盒 一曲生日快乐歌骤然响起 但四周却冷冷清清,一个人也没有 气氛显得有些诡异 他以为是同学们搞得了作剧 于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俯下身仔细观察那个八音盒 看了许久,某然察觉到一丝不对 他回过头,一个头戴松鼠面具的黑衣人 正直挺挺地站在自己身后不远处 翠希心底生起一丝恐惧 他强作镇定并扬言报警 面具人一听转身就跑 见对方逃走,他继续朝前方走去 清冷的夜色中,他一步一回头地望向深吼 却没料到面具人从天而降 从背后揪住了他的头发 紧接着一刀向他投赐来 翠希就此丧命 早上九点的钟声响起 翠希从床上惊醒 之前的经历完全像一场噩梦一样 眼前搜索的环境 道卡特的行为动作 竟然与梦里一模一样 一种诡异的感觉吸上心头 翠希头昏脑胀 无法集中精神 恍惚间注意到 卡特的宿舍门上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今天是余生最后一天 头疼欲累的他不愿多想 于是匆匆告别卡特返回宿舍 一路上 他同样遇到了沙马特男孩 宣传环保思想的胖女孩 以及被喷惯临时的小情侣 一切都似曾相识 但他只能归咎于 自己做了一场遇见现实的梦 除此之外完全无法解释 相同的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两次 中午 到了宿舍姐妹们聚餐的时候 翠希无意间发现 身边咖啡店 正在售卖胖松鼠面具 噩梦中的凶手 正是戴着这样的面具 用刀捅死了他 他摇了摇头 努力不去回忆 这段诡异而恐怖的记忆 一转眼到了晚上 翠希依然独自一个人 前去附回 经过那个桥洞的时候 他惊恐地发现 诡异的巴音盒竟然又出现了 为了安全起见 翠希果断绕路了的派对现场 可一开门 就看见一个面具人 出现在他面前 翠希尖叫一声 一拳打在了那人脸上 面具人吃痛 仰面摔倒 屋里的灯全部亮了起来 朋友们惊讶地看着翠希 原来 这是他们准备的惊喜 虚惊异常的他 很快融了欢乐的氛围 将那个诡异的噩梦 忘在了脑后 为了不负这难得的狂欢派对 素来放荡不计的翠希 决定找个帅哥共度两宵 很快 他就看上了被他猛揍一拳的男孩 这个男孩正是翠希宿舍长的男朋友 两人来到屋内准备激情一场 这时 宿舍长却发来信息 警告他离自己男朋友远一点 不料 翠希丝毫不为所动 只要他看上的男人 就一定要拿下 然而 就在看手机的功夫 宿舍长的男友 已经被悄悄前进来的面具人捅成了筛子 因为屋里灯光昏暗 又放着音乐 翠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降临 等回过神来 一切都已完 一番扭打之后 他再一次被面具人所杀 伴着终生 翠希再次从卡特的床上惊醒 这回翠希终于意识到 之前的一切并不是梦 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他被困住了 困在了18号这一天 只要他一死 时间就会陷入无限循环 来到屋外 事情果然在重复发生 萨玛特少年 环保女孩 被喷惯淋湿的情侣 翠希终于决定 今晚他哪也不去 把自己反锁在屋里 并且钉死所有窗户 防止面具男闯入 相信这一次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只要挨过今晚 一切都会恢复如常 但他还是错了 面具人似乎无孔不入 竟然出现在了 门窗紧锁的宿舍里 翠希第三次被杀 早上 翠希再次从尖叫声中醒来 他想不通面具人到底是谁 为什么总是神猪鬼没 无奈之下 只好向卡特求助 对于翠希的遭遇 卡特起先并不相信 但他却展示了 小情侣的一一出现 甚至是哪辆汽车会鸣笛 哪位最久者会摔倒 这些小概率事件 无一例外全被说中 卡特这才相信 翠希确实正在遭遇 诡异的死亡循环 他建议翠希 首先要确定 杀死她的那个面具人是谁 于是翠希开始绞尽脑汁 回忆起可能对自己不满的人 从教授的老婆 到被自己嘲笑的蒂姆 然后就是闺蜜苏珊 卡特表示 可以用排除法衣排查 翠希瞬间被点醒 反正自己可以无限复活 那就每次叮嘱一个人 这样几轮下来 总能发现到底是谁杀了自己 第一个要排查的是蒂姆 翠希在偷窥蒂姆自害的过程中 被面具人杀死 他无意间发现 蒂姆喜欢的竟然是男人 他之所以追求自己 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罢了 因为蒂姆一直在他的坚持之下 所以凶手一定不是他 紧接着是教授的老婆 翠希染了头发 换了迷彩服跟踪坚持他 结果被面具人拖进泳池淹死 这说明 教授的老婆也不是面具人 第三个是苏社长 还没等面具人出现 两人就在扭打过程中 被汽车碾压而亡 显然他也不是面具人 一次次的尝试 让翠希的名单再逐渐缩小 但这样的速度 熟伤翠希有些抓狂 喜欢直来直去的他 临时决定改变策略 再次死亡后 翠希开始彻底放飞自我 他在校园里裸奔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是之前想做不敢做的事情 这回要抛开一些顾虑 从跟踪调查 转向主动出击 找凶手报仇血恨 当天晚上 翠希手握棒球棍 体现藏在桥洞附近的一棵大树后面 周围冷冷清清 一个人也没有 他知道 凶手一定会将八音盒放在桥洞里 只要他经过这里 他就出手偷袭 不久后 果然等来了一个人 翠希猛地挥出棒球棍 将来人打倒在地 但还没来得及高兴 却发现被打倒的并不是面具人 而是一个无辜的同学 他慌忙丢掉棒球棍 前去查看同学的伤势 就在此刻 面具人出现了 他捡起地上的棒球棍 靠了过来 听到身后的动静 翠希猛然转身 面具人手中的棒球棍 敲到了他的脑门上 这次死亡后 翠希只觉得头痛欲裂 他不得不在卡他的帮助下 到医院接受治疗 教授拿着检查结果面色沉重 他告诉翠希 他的内脏影像上有许多白斑 看起来像是受伤 留下的疤痕 翠希这才醒悟 原来自己不能毫无损失的 无限复活 每次受伤 总会在身体上 留下抹不去的印记 所以当物质急事 尽快找出凶手 终止死亡循环 接下来要排除嫌疑的 就是教授了 翠希趁其不备 偷偷溜进了他的办公室 一番翻向倒柜后 终于在教授的抽屉里 发现了松鼠面具 翠希惊出一身冷汗 他不敢相信 自己真心对待教授 教授却要谋杀自己 为了逃跑 他偷走了教授的车钥匙 然而 当他怀着忐忑的心情 走过楼道的拐角时 却刚好碰到了教授 此时的翠希惊恐万分 以为教授会冲上来杀了自己 然而面具人 却恰巧出现在教授的身后 并用刀捅死了教授 翠希这回彻底梦了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面具人 来不及多想 他开始亡命奔逃 最终借助教授的车逃过一劫 翠希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因超速被警察拦了下来 劫后一生的心息 瞬间凉了半截 但当警察说 要把他关进监狱的时候 他反而兴奋起来 自己之前 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好主意 一旦进了监狱 那面具人就拿他没办法了 于是 翠希开始疯狂挑衅警察 说自己从烈旧到毒品 能碰的都试了个遍 现在就想体会 急速狂飙的乐趣 警察一听这还了得 姐猫面临翠希下车 他急不可耐地伸出手 让警察把自己靠起来 没想到 他刚被戴上手铐 面具男就开着车 撞死了那个警察 翠希也再次被杀 可能由于这次死得比较惨烈 翠希醒后 不得不吞了一大把止痛药 看来死亡循环还要继续下去 为了排遣内心的困苦 这一次 翠希索性叫上了卡特 两人在咖啡厅谈心 他表示 自己是个坏人 所以老天才让他陷入死亡循环 然而卡特却不这么认为 他说 如果一个人想要变好 任何时候都不会太晚 这句话一下子说中了翠希的内心 他决定要做一些改变 就在两人闲聊之际 电视上正好在播放一则新闻 刘兽所在的医院收纸 此人专门以少女为攻击目标 死在他手上的已经不下6人 这则新闻一下子又引起了翠希的注意 直觉告诉他 这个杀人狂就是那个 无数次杀死自己的面具人 也就是说 一旦干掉这个杀人狂 死亡循环就能彻底结束 说干就干 翠希来不及向卡特告别 一路消跑到了医院 但还是晚了一步 门口的狱警已经被杀 他小心翼地挪进病房 杀人狂却戴着面具 悄然出现在其身后 此时 狱警的配枪已经落入杀人狂手中 杀人狂毫不犹豫 抄他连开两枪 还好没有命中 翠希把腿就跑 不过很快被堵在了电梯口 直接那人缓缓摘下面具 正是电视新闻里的杀人狂 就在翠希以为又要死一次的时候 追随而来的卡特冲上去 和杀人狂扭打在一起 杀人狂的枪被甩了在翠希的面前 他急忙捡枪 抄杀人狂射击 但枪里的子弹已经被打光 杀人狂露出一个贤魅的微笑 然后咔嚓一下 拧断了卡特的脖子 翠希大惊失色 他没想到卡特为保护自己 竟然献出了生命 来不及悲伤 翠希趁机逃到了不梯间 杀人狂用蛮力破门 被躲在门后的翠希用铁棍偷袭 正当他准备杀死杀人狂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 如果杀死杀人狂之后 他的死亡循环就此结束 那卡特也将永远死去 而卡特是他交往那么多的男人中 唯一一个真心爱他的 不能就此失去卡特 所以翠希决定 暂且放过杀人狂 等自己再次复活后 再来找他算招 打定主意后 他狂奔向楼顶 紧接着 在杀人狂惊讶的目光中 翠希将绳索套在脖子上 冲着楼梯紧一跃而下 再次死亡后 翠希决定彻底改变自己 他开始用善意 面对身边的每一个人 向苏珊真诚道歉 收下他送来的蛋糕 与教授断绝不论关系 与卡特确定正式的恋爱关系 与心存借地的父亲和好如初 然后他就开始最后的行动了 当晚 他提前来的医院 抢走了狱警的配枪 一番惊心动魄的搏斗之后 终于盖到了那个杀人狂 不过 这一次翠希并没有去参加生日派对 而是选择和卡特 来一次甜蜜的约会 约会时 翠希对着苏珊送来的小蛋糕 许下心愿 她希望见到明天的太阳 紧接着 她和卡特分享了那块蛋糕 第二天 翠希一觉醒来 发现该死的循环 并没有因为杀人狂的死亡而宣告结束 这次自己明明没有被暴力杀死 为什么还是循环离子 翠希彻底崩溃了 她想不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于是回到宿舍收拾行李 准备逃离这个地方 就在这时 苏珊再次捧着小蛋糕走了过来 看着那个蛋糕 翠希猛然惊醒 所有的被怀疑者中 目前唯一没有排除的就是苏珊 自己昨晚的死亡 难道是吃了苏珊给的蛋糕被毒死的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翠希让苏珊先吃一口蛋糕 苏珊却死活不肯下嘴 原来 苏珊就是那个隐藏最深的面具人 为了杀掉翠希 她做了两手准备 首先是在蛋糕里下毒 但翠希却每次都将蛋糕丢掉 于是她不得不戴上面具亲自动手 她先用药物把杀人狂迷晕 接着解开杀人狂的束缚 并为她戴上面具 这样以来 只要杀人狂逃走后 她就可以戴上杀人狂同款面具 堂而皇之地杀掉翠希 并把罪名嫁祸给杀人狂 从而完成一场完美犯罪 此时此刻 真相终于大白 苏珊首先一不做二不休 关上房门 准备向翠希动手 不过她显然不是翠希的对手 一番搏斗后 翠希瞅准机会将小蛋糕塞进苏珊嘴里 然后拼尽全力将她踹飞到窗外 苏珊头部落地 当场丧命 这一次 梦魇般的死亡循环终于结束 翠希如愿以偿地 和卡特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甜蜜生活 电影《既日快乐》上月2018年 由克里斯托弗兰登指导 仅用480万美元 就创造了1.17亿的全球票房 足以说明了她的过人之处 虽然她当众裸奔 让人怀疑导演的用意 但这一大胆的镜头 却切切实实地反映出 主人公翠希抛弃一些枷锁 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决心 在一次次面对死亡之后 她找到了真爱 找回了亲情 也找回了自我 节目的最后 静悚哥再次想感慨一下 昨天已死 今日尚存 唯有现在 才是你我在首先的财富 若不懂得珍惜和反思 生活将永远无法摆脱痛苦 和悔恨的纠缠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如期望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